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怕辣 辣不怕 要不你也来试试 去别人家吃小龙虾 你都在包啊 或者怎么样 你看这个 然后这个小龙虾都在上面 你这样子就吃了 第一次见嘛 反正感觉都挺新颖的 第一次见到的小龙虾 小龙虾的形式非常多 今天带大家见识不一样的小龙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今天呢 导演带着小飞是来到了南洋路 因为说句实话 我对南洋路的印象 一直都属于那种低调 不显山不漏水 但是在这儿呢 你往往还总是能找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小馆子和老馆子 那我觉得 今天在有看见一家 销餐馆菜 那川菜馆总得有点傻吧 这家有两道 是美桌必点 既然福利哥出现了 那么今天一定会有 福利多多哦 那行了 走了 今天打散的这家川菜小馆中 究竟哪两道菜是美桌必点 为啥会捉捉必点呢 望洋鱼 望洋江鱼 对 这是他这儿 比点菜 没餐 必点那个鱼 小馆儿 必点菜之一 铜庆 望江鱼 看得酸 哎呀 这颜色 嗯 就过瘾啊 好酥啊 对 然后 还有个喜庆 这道菜啊 说大家伙呢 是红红火火年年鱼鱼 来吧 哎呦 这衣服给它脱掉 对 哎呀哎呀哎呀 感觉是蛮骄的 外熟 迷了 嗯 然后这个 它都是 鱼都是骗子 老师大工非常好 它是外面叫腰的 里面的鱼和咸很嫩 望江鱼是一道 重庆地方特色菜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属于四川盐帮菜系 盐帮菜系以胃厚香浓 辣鲜刺激为特点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这道菜选用现宰的 两斤半重的草鱼 首先要把鱼改刀 这片猴肚大概就是 一个杠鱼的作用 用壁 哇 这好薄啊 多少刀大概 二十刀左右 然后就看这些鱼大小 二十刀左右 对 就这一面 一面大概二十刀 一条草鱼 两面要改上四十刀 师傅可说了 一刀都不能少 拎着它的鱼尾吧 给它抖开了 哇 其实就很漂亮的 这种鱼片 像那个 鱼裙的一样 白鱼裙是吗 对 好熟 好入味 是吧 便鱼食用 基本上一筷子下去 就是一片肉 对对对 对吧 然后加入盐 胡椒粉 料酒 腌制十分钟 给鱼入个底味 下面还要给鱼 穿上一件衣服 咱们用的是玉米淀粉 对对对 里里外外 都会给它穿上一层衣服 让鱼片保持酥脆 酥脆 对 而且它能锁住里边这个水分 对 是吧 正好鱼吃起来等于是那种 外酥里嫩 对对对 好漂亮 哇 这样看起来就更漂亮了 像那个 顾虚松的那种感觉 白雪炒鱼 不能裹太厚是吧 嗯 对 这些都是薄薄的 开上一层 去掉 还要抖掉 哇 哇 中火发成油温 整条鱼放入油锅中浸炸 热油浸入鱼身上 每个改刀之后的缝隙中 雪白的鱼肉逐渐炸成金黄色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备用 哇 很焦酥 越靠外边这点越焦酥 对 然后呢越靠鱼身子中间部分 那个鱼肉吃起来就很嫩 酥脆 对 对 对 干红辣椒 花椒 麻椒 香葱 芝麻 少许油 在锅中炸制一下之后 直接浇在炸制好的鱼身上 这道麻辣鲜香口感 外焦酥 里软嫩的 重庆旺江鱼就做好了 一日外焦粒呢 嗯 还有呢 淡淡的麻味 还有那种特辣的味 入味 麻辣鲜香 麻辣香酸 香辣的味道 前后后边 好那个 那个 就算是油 爆辣椒吧 对 这个旺江鱼是 58一份 嗯 那咱就给大家送20份吧 20份的旺江鱼 对 嗯 可以关键词来 红红火火 年年有余 这八个字嘛 对啊 好吧 那您就发送红红火火 年年有余 这八个字 到香香美食的微信公众号 前20位的朋友呢 将可以获得 价值58元的 旺江鱼 小馆必点菜之一 重庆旺江鱼 小馆必点菜之二 究竟是啥呢 猫姓旺 最值得推荐是什么 猫姓旺 按那次来就要点 小馆必点菜之二 山城猫血旺 山城猫血旺 嗯 重庆味道 对 等一下啊 真快啊 好 我请你干啥呢 我的脸太大了 哈哈哈哈 吃菜用的比较好 这个冬蟹旺 忧郁 嗯 无残肉 嗯 然后 鸩春蛋 大肠 晃后 嗯 牙斜 嗯 闪短 在这边都有 棉花菜 其他地方有的地方是没有闪短 所以基本上有这几样料在的话 这个菜基本上就算是稳当了 是吧 你要是少个鳝鱼啊 黄虹 一般情况 在咱们知道 在重庆那边是不认的 那是 他这是拉小 对 有点拉 有点吃不成拉小 咱们还吃这点拉 咱们想太吃 很吃 很吃 咱去四川也去外国 咱四川那边吃的 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那味全是正的 那个是香辣 香辣的酒 那个做那个里边有四川里的辣椒啊 还有那个麻椒啊 都是从四川那边吃的 还有其他的香料在 嗯 那这个的话是不是有点像熬火锅底料的感觉 嗯 对对对 是吧 那这个这碗料大概需要熬多久 呃 三四个小时吧 呜 三四个小时啊 嗯 这个应该 牛油吧 这是牛油 吃火锅的话哈 大伙都很常见这个 这牛就还有就是 是那个大椒 应该是 应该也是一些香料类的东西 香料 我能看到这个像香茅草 嗯 是吧 是 哎呦 小茴子 小茴香有 小茴香 主要抽出啥味 是香麻的 这个是香辣 那香辣的 所以俩加一块就是麻辣鲜香全其 牛油料锅中煸制之后 放入提前熬制的底料 煸炒出香味之后 加入大骨汤 然后调味 把焯过水的配料 放入锅中 微制一下即可捞出 香葱 芝麻 干红辣椒 花椒 麻椒 撒在上面之后 开始积油 我觉得辣度刚刚 味道很足啊 很炸饭 好希望在川菜里面 它是点击率 是排在第一名 所有的川菜里面 这你不知道吗 还给我这么知道 没关系 不利哥 但是你上场了 发送 扇鱼 黄猴 大肠 扇鱼 黄猴 大肠 六个字 到香香美食的微信公众号的 货台就可以了 我前二十位朋友将可以获得价值68元的 毛血 旺一份 老板上碗米饭 两碗 好的 就是您之前吃的小龙虾都有什么口味 青椒 蒜香的也好吃 就麻辣的嘛 您觉得比较奇怪的 带味的有一个吧 胡椒的那种 你之前吃小龙虾 除了吃到不同味道有没有吃到不同形式的 不知道 没有 搬就是小龙虾跟虾尾 别的好像没有什么 王婆大虾 小龙虾 小龙虾 披萨 盖饭 我还吃过那种小龙虾卷蜜 是小龙虾那口味可是数不清楚 但是说到形式呢 也就是虾尾小龙虾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主角确实是小龙虾 因为到夏天了嘛快天气热了 但是能让你变着花样不同的吃 想知道是什么吧赶紧跟我走吧 变着花样吃小龙虾 常见的小龙虾的花样吃法也无外乎各种口味 清蒸爆炒 高端点的有酒酿 新潮点的就是披萨 这还能变出啥特别花样 这还是盖饭和虾尾啊 不是说有新奇吃法吗 当然有啦 稍后也会给大家一一揭晓的 小龙虾的形式非常多 之前没有见过比较新颖 第一次见嘛反正感觉都挺新颖的 有种不同的感觉吗 我们新蜜了 然后新蜜了虾尾特别那些啥 但是来这儿这种虾尾各个各个形式的 确实比较多样 特别干净不用手剥 这个虾尾里边直接取料确实不用剥了 比较方便一点吃的 不用手剥的小龙虾形式新颖 吃起来还方便的到底是啥 就是这家店的特色之一 小龙虾 八十八一 龙虾三明治 这个真的是太网红了 我觉得只在网上见过 可是今天真的是见到食物了 开始在网上见到 是不是以为它只有表面的一层 根本不是 你打开看一下 从头埋到尾啊 整个面包里边深处都是小龙虾 全部都是剥好的虾尘 一颗一颗的 而且颜色特别的粉嫩 量比较大一点 看一口下去全部都是小龙虾里面 好像前面买到小龙虾特别多 虾仁是吧 对 特别过瘾 网红龙虾热狗 第一次见到食物 量还是特别足的 除了量足 吃起来还很方便 天下这种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租路广街 都那时候可以吃 也比较快 就别人哪里吃小龙虾 你都在包啊 或者怎么样 你看这个 然后这小龙虾都在上面 你张嘴就吃了 多方便 这款小龙虾还解决了 没有男朋友包小龙虾的一大问题 不是很喜欢小龙虾 我觉得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不过这自己不包 还是有人为大家包的呀 我们这个小龙虾三明治的虾 都是这种鲜虾 我们拿回来了之后 自己用手包的 徒手 然后把这个虾壳去掉 剔除虾线 就像这种 这是我们踢过的 一份小龙虾三明治这边 大概有几个 大概是80个个吧 虾是先包好再炒的 去除虾线还保证新鲜 量足方便是好 可是口味如何呢 它这个一共是三个口味 有黑椒 麻辣和蒜蓉的 我要了一个这个蒜蓉的 就是小红肉什么的 也能吃 不是很辣 这个料呀 比较足 然后它这个东西 我就是从来没有吃过 然后就是面包里边 夹这个小龙虾 还是第一次见 小龙虾也特别入味 然后欧包这种 面包的表皮呀 非常就是这种 焦脆的那种感觉 然后小龙虾呢 也比较Q弹 然后味道也比较足 料也比较足 包好的虾仁 确实好入味一点 但却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稍微烹饪就会老 没有这么 这种是如何做到 包了虾壳炒 还不老的呢 我们这个小龙虾三明治的虾 是从那个高汤里边泡过 浸泡了两个小时 它是浸泡了之后 会增加它的香味 而且还更入味 还去腥 泡过了之后 加这个汁 我们自己调的 然后就是炒它了 它这个虾散了之后 就不好吃了 然后所以说用这个汤汁 就是一块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味入进去 原来炒虾仁用的是 已经调好的料汁 这样就不会爆炒太久 导致虾老或是散掉了 没想到 看似方便快捷的 龙虾三明治 也是有这么多讲究的呀 小龙虾一向以虾酒闻名 平日里在夜市上出现 点个小龙虾 点个凉菜 两瓶酒 Daddy 可经常两三个人 想吃点别的 都会觉得点 这里给您解决难题 小龙虾花样吃法二 龙虾爆炒鸡 大盘鸡小龙虾 混合就是这个了 我们其实整体看起来 就是一盘大盘鸡 然后能看到 兴兴典典的虾尾 但是我觉得 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 其实还会单行五官味道 因为鸡嘛 本身有点腥 然后土腥那个肉腥味 然后小龙虾呢 它有很多味 如果单纯说鸡的话 其实是就很传统啊 很正宗的那种 大盘鸡熬炒鸡的味道 但是多多少少 它蘸了一点 小龙虾的鲜味 就是有那个麻辣小龙虾的味道 但是并没有说麻辣小龙虾 把这个味道给夺掉了 我尝尝这个虾尾巴 它的口感不是一只虾 我以为我在吃一盘大盘鸡 就是这个虾不是蘸了很多汁嘛 然后你锁它一口 整个那个汁锁味就是大盘鸡的味道 但是也混到了那个 也加入了一些小龙虾 那个本身那个鲜味 你现在吃的打扮鸡就是广麻辣味 它在麻辣咸咸咸 基本上都有 在其他地方的话 炒一个那个虾味的话 在两份 我们三个人不知道吃不了多少 炒一份的都有了 没有什么那个腥啊 什么的 没有其他的味道 不出来味 虾虾 虾马辣 带点麻辣味 鸡块麻辣味也好吃 鸡和小龙虾本身都不是一类食材 炖煮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那这儿又是如何做到 鸡还嫩 虾虾同时 又能保留原本的味道呢 它是很开炒了 所以说它这个味 那个虾是原有的虾 虾的那个旋味 然后鸡子还有鸡子的香味 但是也融合了呀 融合了就是我们这个鸡子 你想鸡子是经过泡 然后泡了之后先卤一下 卤了之后再炒来 我们炒的时候这个料没有那么足 就是为了让小龙虾的味再入进 把鸡炒好之后 用那个鸡的汤汁 然后去炒小龙虾 然后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这样鸡能吸收了虾的鲜味 虾也融进去了鸡的汤汁味 点一份菜 能吃到小龙虾和大盘鸡 感觉真是赚到了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也想来感受一下呢 在这里先预热一个小小的福利 赶紧拿出来手机准备抢吧 那他们家除了有这些 不同吃法的小龙虾之外呢 还有一些这样的小食呢 我们第一波福利呢 就送出这些小食五十份了 这个叫黄金玉米酥 那在这里问的问题就是 刚才我们推荐的吃的小龙虾 到底是什么呢 叫什么名字 把答案放到 香港美食的微信公众号上 前五十名就可以抢到了 没有抢到福利的朋友 也不要着急 稍后还有第二波福利送出 有方便快捷的龙虾三明治 和实惠的小龙虾爆炒鸡 那刚才我们看到 花样吃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看你给他吃了 我想你都说 那我来说 是什么呢 你不想吃了 那一位是什么呢 你能够吃了 那一位是什么呢 我去哪里 一位是什么呢 你能够吃的 那一个是什么呢 我去哪里 那一位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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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我们一定要烧开水 这个不可能用冷水去调 用开水火? 对,我们是用烫面就做的 哦,烫面 大概100克的开水 然后完全烧开 我们直接沖一边 对,一边沖一边搅 这个是烫面的一种做法 就完全给它搅成面絮状 就搅拌到无干粉 你看就是这种面絮絮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揉成团了 这好散啊 看我有一个又是神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压 你看我们先揉 你看现在颗粒度很高 就很多颗粒 我们就慢慢地把它揉顺滑 先让它抱团 活这个面团要有耐心 让它完全成团 表面变光滑 光滑没问题啊 飞哥 但这个面团一使劲按 还是会散开 这咋当饺子皮啊 刚才童童姐不是说了吗 有神器 看看到底是啥神器 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对 刚刚我就在看这啥 还是白色的 猪油你信吗 大概就有两三克的猪油 不要太多 我们加进这个面团里 然后继续去拨 为什么要加这个猪油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纯淀粉做的 我们等一下去拌这个酵 就是擀这个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让它有韧性 你看我们加了猪油 揉了以后 这个面团会更光滑 我们就再给它揉成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面团是完全揉好的面团 白色的面团 揉好的面团要 你看表面是光滑的 对 就完全是光滑的 这个和食欲一样白 对 我们再去看它已经没有颗粒 刚才那个面团上很多颗粒 对 就是我们去揉的时候会有很多颗粒 这个已经没有颗粒了 这时候不要马上去包 我们需要 这个里面没有酵母不需要发 我们需要拿一个袋子 给它放进去 然后醒一醒 是 放在一旁 请大概15分钟 再去包 刚和好的面团相对没那么大的韧性 需要多醒一会儿增加它的韧性 正好趁这个功夫啊 咱还可以准备个馅 咱今天做个啥馅啊 没买虾 今儿就做不了虾饺了 眼前的食材快速又好看 咱弄个番茄鸡蛋馅吧 我们把番茄开个十四口 用开水冲它 炒大吃的 对 它像时候掉了 后来没有 这时候可以包平 你看特别神奇 就是从开始泡过这个番茄 特别容易包平 然后这个番茄 我们一定要切小粒 就特别小的西红柿 这个番茄 我们是不会加盐的 我们的盐会放在鸡蛋里面 我们切好的番茄粒 一定要放在这个漏网里面 粒一下水 下一个就炒鸡蛋了 油烧热 放鸡蛋 然后快速搅拌 我们等鸡蛋完全晾凉 鸡蛋和西红柿混合的时候 这个鸡蛋如果太热 西红柿会出水 会影响到我们后面 怎么去包着这个虾饺 番茄鸡蛋馅 红黄相间 包进水晶皮肯定好看 哎呀哎呀我都迫不及待了 咱赶快做咱的透明饺子皮吧 最关键 哇你看这个面都有点净 净净的感觉 要不要来摸一下 可转 可能特别转 哇是 是不是很出 好白 对 这个面团这时候就有韧性 如果你不加猪油的话 这个面团会非常散 然后我们大概给它捏成 均匀的条状 就像包角的是不是 一个剂子大概15克 这时候就要看你的能力了 试一下 完美 太厉害了 我可做不到这么准 别紧张 大家伙做个大概就行 总之剂子的大小最好相差别太多 这样包出来的饺子也更好看不是 我们拿一个剂子大概给它整圆 我们可以先在手上这样收一下 我们给它收圆 说什么程度就是表面没有痕迹 没有缝 是 这样我们再去擀皮的时候 这个会很好看 好 就在手心 就在手心 手心给它揉圆一点 哦 给它收圆 不是揉的 揉到出来有痕迹 它这样才能压死 擀面团 一只手转 一只手擀 就像擀饺子皮一样 擀这个水晶饺子皮的时候 然后记得不要太用力 尽量擀的薄厚均匀 擀好之后就可以包饺子了 这包饺子大家伙都会呀 真是想包个小包子也是可以啊 理论上可以 还有你也别想的那么简单 这和咱包的一般的饺子也不太一样 记得千万别用力扯皮 先打第一个褶子 对 再打第二个褶子 然后 这个面的感觉跟那个褶子皮的感觉 一点都不一样 好像觉得很有弹性一样的褶面 它有弹性但是没有韧性 对啊 感觉 刀对甲 它架开 对啊 要让它动 你一拽就乱了 它一蒸就烂了 包水晶饺子不能急 要一个一个慢慢来 这饺子包好了之后 咱是不是就可以上锅蒸了 还真不是 还有关键的一步 我们放油纸 油纸上面稍微扫一点点油 为什么要去扫一点点油纸上 为什么要扫油 是因为我们味道它防粘 好 满龙屁 好棒啊 大家也帮帮忙干 我帮忙 好好好 一张好 谢谢 因为这个透明皮 蒸熟之后粘性比较大 所以上锅之前 要做好防粘的工作 可以用油纸在上面刷层油 垫在饺子下面再上笼蒸 要不外面卖的虾饺底下 都垫得有个小纸片 一个道理 有水下锅 然后水开以后 蒸上六分钟就可以了 水开六分钟 对 不要蒸太久 水晶饺子蒸的时间不易过长 时间太久了 这个透明皮容易裂开 咱这个水晶饺子 晶莹剔透的很好看吧 和平时在外面吃的虾饺外皮一样透明 今儿啊 真是学了一招 以后想吃在家就可以做了 透明皮的方法掌握好 里面的馅料自己随便配 记清楚关键点 凳粉 木薯粉 用开水活匀 加神器猪油活面增加粘性 面团揉到表面光滑之后 用塑料袋包着 醒发15分钟再擀皮 方法系好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坐起来吧 我们要暗访今天 美食调查再出发 我听过他有点别的地方吃不着的菜 对我啥 暗访过程中状况频发 哪屋来的鱼都不少 少鱼的菜哪有没有 什么美食连听都没有听过 鱼怎么可能会有下把磕呢 好像叫鱼下 鱼下 鱼下 又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欢迎收看本期美食调查 原来他也有下把磕 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 而且还有福利哦 我们要暗访今天 美食调查再出发 我听过他有点别的地方吃不着的菜 对我啥 过来暗访就先被人认出来 太可怕了 暗访过程中状况频发 什么美食连听都没有听过 鱼怎么可能会有下把磕呢 好像叫鱼下 鱼下 又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这个馅很鲜 其实是一个合格的国体 欢迎收看本期美食调查 原来他也有下把磕 我们要暗访今天 但是就被路边的观众认出来了 一下子就被揪出来了 你也是欺骄的吧 对 你很记得你看过绿豆酥是吧 你看过啥呀 看着多了 一下车就让人说 两位美女后 你们今天来吃啥 随咱家来吃啥 我不知道呀 这个地方特别有缩头 顶尖啊这附近 他家原来是跟那边来的 跟那边那个 还没拔的时候去的那个放人大食物 他一直在温宫 就回家才多辣 他多辣 他没拔 有啥 海鲑鱼啊 豆筋 又没有完弄吃过了菜啥了 都吃过了 它主菜一个味儿 啥味儿 看舒服的一个味儿 我们今天来到了中原区 猪屯西路附近 要找一家很奇葩的御菜馆 怎么奇葩呢 据献报哈 它有一道匪夷所思的菜 我听说它有一个下巴壳 你折不折 我还折不折 你不折 它又晚上有个做御下巴壳了 您是不是也想问 是哪个部位 你怎么可能会有下巴壳呢 我都没有下 然而这个鱼下巴 连这家店的老食客也不知道 让我们对他更加好奇了 揣好收集的线索 我们来到这家餐馆 饭点时间 几乎没有空桌 两个大厅都坐满了人 人气的确很高 据另一位下人说 老食客来这儿 还会对上几句暗号 你要过去那种很牛的 过去说 老板 我想在这儿没油了菜 菜单里没油了菜 有没有菜单里没油了菜 你谁的喜欢菜呀 鸭鸭 人家走不鸭了 先来都说 肖黄玉今天有没有 今天有肖黄玉 没了 都跟你说没用了 虽然暗号一直对不上 不过我们发现 来这里的时刻 几乎每桌吃的都不一样 你收宝钢 我要换了 原来这是一家主营炒菜的老店 还有烧烤 面试等等 在大家的积极好评下 我们点了素锅贴 茄子和烧烤 这有一个叫烧猪鱼虾 对 最关键的是不能忘了 今天要打探的主角 刚才的大姐可能没听清二号 不过我们自己在菜单里发现了它 那个烘烧鱼虾吧 有没有啊 烘烧鱼虾吧 有 是吧 这个是一个合合的锅贴 有很多很多的肉脂 这是我最爱吃的部分 对 我作为一个开门人 我把这个锅贴打到八十分的外边 开门的锅贴就是这样 小时候的没的 合格的锅贴扎就这一片应该是脆的 它能两边立起来 哦 那一来试一下 哦 妈妈 错隔了 又涨了十分 我已经开始流汁了 我现在韭菜味了 真的没有见到这个东西 这个锅贴就不合格是吧 就称不上这锅贴 要收天包 这个我们先吃远味了 这馅 这馅排的可香啊 我觉得应该是99 一份排的就好吃 嗯 这个馅很鲜 就它像家常味 但是比家里好吃 上面是脆的 然后里边馅再留一点 那汤汁味你知道吗 就是灌烫的感觉 它这个就有点 锅贴不脆 项料实在 推荐 这里的茄子做法有很多种 我们误点了一种比较普通的 茄鱼味红烧做法 比较家常 像郭地亚骑的这种 平时我绝对不会去饭店吃的菜 但是在这儿却有绝对 真的可以再二回 这真是还好 鱼 鱼 鱼那两个 你好奇是吗 好像叫鱼虾 鱼虾 鱼虾 嗯 它会好吃吗 天理介绍啊 今天要了一碗 那不是 我是这么安的 不是很好吃 不是不好吃 我都告诉你们事啊 你们好了 不要 不要 没事 没事 大家肚子这个下巴根都很好奇 其实我不太很好奇 鱼怎么可能会有下巴根 它这个三角形 先查找吧 好吃吗 还不错 烧鱼块的味道 但是疼啊 因为它是鱼头不本事 第一口特别是这个位置 是有点鱼脑的感觉的 其实你做这个脸有点像多个鱼头 这个就像是 去洗哪个鱼头 这肉多个 有肉啊 肉很多 像不像鱼头 除了嘴里吃的 还有这么多 这个肉很嫩 这个肉特别嫩 它像鱼头 两边那个塞的部分 像鱼头 鱼头两个塞的部分 就是你看啊 两个加一起 中间一个鱼头 是吧 像不像 不是 你这是啥处像块 来来来 这是这两个 这有鱼头吗 鱼也在哪啊 鱼也在这啊 嗯 就两边的位置吧 像不像 这鱼下巴到底是哪呢 为了搞清楚 我们特意前入后出 问了下后出的师傅 师傅我想问你一下 您刚刚做的那个 鱼下巴是哪啊 鱼下 鱼头下边那个 鱼下巴是哪儿啊 那一丁嘛 我都看着不像 我还带翅膀来啊 它两边带气子嘛 其实就是 两边带有气嘛 那鱼下巴 那两边 下巴应该是 鱼下巴其实不是鱼唇 是鱼唇在靠下鱼旗附近的位置 肉多有嫩 味道意外的好吃 一顿饭吃下来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儿的菜选择太多了 但是在众多的选择中 大家一致性的都提到了 门口的烧烤 两块钱一串 据说开了三十年 两口一个 它肥油那块挺香的 它开始吃啊 它主要它这个肉很小 觉得反而比较入味 但是它有被严牛在撒过 就是小时候羊猾味道 泡面也没撒 泡面也没干,泡面也没干擦 泡面也没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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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面,然后小姐姐 泡面闪吧 泡面闪吧 然后双勺吧 湿水吧 湿水吧 我就是很羡慕住在附近的人 知道吗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你会跑过来吃吗 这么远 我觉得它还是稍微 有一点值得来的 还可以可以来尝一尝 我们两个人点个主食 点两个菜 一素一婚 一共58块钱 还有十块钱羊肉串 吃足矣了 价格特别实惠 发现没有 咱俩坐到那里 特别的格格不入 就是我们这一身打扮 和那些喝酒 卢串老爷们们 特别西娇 旺酒摊的那种感觉 离你 然后一坐那 就吃个满大脑红的 忍忍那种 你要说菜味吧 有点像食堂和妈妈做的味道 但是比食堂和妈妈做的好吃 聊起肥肠了 那是有人喜欢 也有人讨厌 例如这位 就是那种干扁大肠 然后就是稍微带一点臭味 然后就是说 是那个大肠毒涩的那种香味吧 就一定要配米饭 三二米应该没问题 喜欢的食客会说 肥肠具有独特的香味很下饭 不喜欢的则会说 不喜欢 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吃 不敢吃 我觉得味道不好 在川瑜地区 肥肠的吃法有很多 火锅可以涮肥肠 酸辣粉也有肥肠做小料的 不管是哪一种做法 都有喜欢它的粉丝 我来自三层重庆 名字叫李德昌 我重厨有三四多年 我们重庆人喜欢吃一些 像猪下水之类的东西 肥肠这个菜我们都可以把它 做成很多不同味性的菜出来 像比如说什么蜡子肥肠 红烧肥肠 酸菜肥肠 还有豆花肥肠 重庆川菜做肥肠这块 没有多大讲究 不管是长头也好 是整个肥肠都可以入菜 李师傅的重庆菜馆 在这一片有很多年了 大肠这样的食材 在他手里可以说是制作起来 没有一点难度 就例如这道豆花肥肠 李师傅说新的一批菜单上漏掉了 但是吃过的老吃家 来了都会点这个菜 他们家的这个大肠反正比较鲜点 口感也比较嫩 然后主要他家饭比较干净 其实我比较喜欢他家的豆花 我觉得这种豆花跟 这边是叫豆花 然后就是豆花 肥肠搭配一个 我觉得能接受 挺能接受的 挺好吃的 他家反正这个 是他家拿手菜 像豆花呢 他吃着比较滑嫩 所以他们结合来 注意到做这个菜的话 很能够体现我们重庆的 又能麻辣的口 肥肠也能吃住 虽然还叫豆花肥肠 但是由于点豆花工序比较麻烦 店里就换成了那只豆腐 口味口感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很多人不吃肥肠 是觉得有异味 如果说制作肥肠有什么难度 那就是如何清理生肥肠的异味了 其实洗肥肠的时候 还有很多小窍门 洗肥肠的时候 比如说放点面粉 还有什么像放点啤酒 放在里面就是反复的 所以呢 给他知道 水封 水封 瓶子 马上 它是很劲道的一道菜 你如果是说不把它煮透的话 是嚼不动的 肥肠好吃与否 一半来自前期的异味的处理 另一半则由后期的烹饪烧制决定 泡椒 泡浆都是我们重新 家家夫妇都必备的这些 像腌制的菜 那么重新喜欢吃 像猪下水 像鱼 这些的话对泡椒 泡浆 都必不可少的 经过发酵后的泡浆 大肠那个味儿就是那种不好闻的味儿不重 处理得特别好 然后这个大肠吃着也挺好吃 带点那种肥肥 但是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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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不好闻的味儿不重 你像平常吃肉可能会有点面那种 但是它那种是筋道 一咬也就断 不会说像那种板筋一样很难咬不会 穿鱼地区的美食智慧 好像有一半都发挥在如何处理杂醉上面 让这些不起眼的食材变得更有生命力 更有味道 这家馆子不光只有肥肠这一种杂碎 如果您耗这口腰花肺片等等都可以尝得到 这家重庆人掌勺的菜馆地址在宝璇街庆丰街交叉口向南一百米路东 一分立川菜 想尝尝豆花肥肠到店里直接报菜名就可以了 张铭是开封一家网络公司的经理 作为一名资深之货 他平时爱好钻研美食文化 今天他将作为我们的美食向导 带大家领略一道普通吃货不常见的美食 我为大家推荐一道非常经典的玉菜 这道经典的玉菜会颠覆你对玉菜的认识 天哪 能颠覆吃货对玉菜认识的菜究竟是什么呢 没想到张大哥居然卖起了关子 先给我们讲起了故事 中国大主这个康有为先生游学开封的时候 点了这一道菜 康有为先生进食以后了非常高益 提北辉豪写下未供侯金 但是康有为先生对这道菜呢 余味未尽 他又随手在扇面上写了 海内存知己 小弟康有为 曾当时的兆头黄润新 黄润生先生珍藏 没想到一道美食还成就了一段文人大儒 与明厨交往的佳话 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美味呢 叫剪把情欲透味 清末民初便享誉中原的名菜 素有奇味之称的 肩趴青鱼头尾 吃起来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味道呢 这个鱼出来是个愿性的 跟其他鱼出来不一样 这个鱼吃起来 现在是吃到嘴底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然后后面呢 又有一点咸香的味道 然后呢 吃着非常的鲜美 这条鱼呢 这个吃起来之后啊 这个肉质清清的 然后这个汁的味道 也是挺鲜美 有时候会比不太熟 习两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鱼肉的改刀也特别地讲究 要从鱼头下方的两寸处下刀 鱼尾则保留四寸的长度 剩下的鱼身子处理起来则暗藏玄机 如果刀该包的话 肯定有点不愿意 用人家处理包 就是切这个鱼的时候 刀口就是往下切 然后这样的皮四连四不连那种感觉就可以 便于成形便于成熟 它尾巴改到有没有讲究吗 它主要是便于成熟便于入味 而鱼肉的煎制环节 也是大大出乎吃货们的预料 用这个猪油 就是为了迷惑鱼的脂肪 才能把这个香味冲出出来 用猪油煎有这样的烤 煎这个鱼的话 要用热锅凉油 热锅就是把锅烧热以后 放油 煎这个鱼 煎出来鱼滴出来 这个鱼就是煎一面 一面都可以了 跟这个鱼煎一面容易这个形状 这个造型还比较浪泛一点 如果煎两面会是什么 煎两面容易发生的话 那么容易碎了 容易变形了 对 容易变形了 还得实施做这个鱼鱼的菜的造型 对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道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名菜 今天导演说 接到了一个观众的求助 说自己吃到了一种特殊的豆腐 豆浆和鸡蛋做成的豆腐 我们的导演一时间还真是给难住了 不过嘉宾告诉我们 这种豆腐在家就能轻松搞定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 只需要两种原材料 就能够做出家庭版的自制豆腐 鸡蛋 黄豆 黄豆在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 一般尽量采选这种 稍微颗粒小一点的 这种口感会更好 那么这个黄豆呢 我们需要给它泡发 泡发8到10个小时 泡成 这个样子 就只用水吗 对 只用水 室温之下泡发就可以 首先呢 我们把豆子 放入容器里面打豆浆 那么平时我们在家做豆浆的时候啊 一般都知道湿豆子和我们的这个水 是1比10 但是今天我们用来做豆腐 所以说这个浓度稍微高一点 豆子呢和水比例为1比6 这个重点要记一下咯 湿豆子和水的比例为1比6 榨出来的豆浆 要比平时喝的浓一些 把刚刚呀 把刚刚里的豆子和水 放入我们的豆浆机里 像这种豆浆机 有的榨的还是生豆浆 有的是熟豆浆 它这个会有影响吗 不会有影响 因为待会我们是要上锅蒸的 所以说生豆浆 熟豆浆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机器出来的就是生的 好 打好豆浆了 这里干什么 过滤 把那个浮渣给过滤掉 香浓的豆浆 待会我们这个做出来的豆腐 才会很丝滑 要想口感好 这榨出来的豆浆一定要过滤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把鸡蛋呢 打碎 放到碗里 这个鸡蛋和豆浆是有比例的吧 对 我们比如说 这个给小孩子蒸这个鸡蛋羹 同样的都是同样的比例 鸡蛋和豆浆为1比1的比例 你说在家里 给小孩蒸鸡蛋羹的时候 那个水和鸡蛋的比例 也是1比1 跟这个是一样的 是的 这里是把这个 清水换为豆汁了 就是豆浆了 打完之后的蛋液 过滤 这鸡蛋液得过滤一下 对 虽然我们刚刚已经打了300下了 但中间肯定还是有一些 没有完全打匀的地方 这里打鸡蛋的关键点 一定要记好了 鸡蛋要顺着一个方向 打够300下 打好的蛋液也要过滤的 我们刚刚打好这个鸡蛋液 这是刚刚打好的豆浆 1比1的形式 先先混合 这个豆浆的味很浓 它看豆浆味 是不是很漂亮 稍微进行一下搅拌 蛋液和豆浆混合拌匀之后 怎样才能做成豆腐的样子呢 接下来的关键点可要看仔细了 好 搅匀之后呢 我们就要这个放入容器里边去蒸了 那么做这种豆腐呢 容器的选择会特别重要 比如说这种方形的容器 做出来直接 方向上的豆腐块 一切 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吃到这种豆块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要分享给大家 可不是直接倒的 为了让我们待会儿 豆腐蒸完之后 方便取出来 我们现在把周围摸点油 这个是个小妙招 是吧 你要让我在家做的话 我估计直接就倒进去了 那就直接瓦着吃吧 那么抹过油的盒子呢 我们倒入刚刚混合好的 鸡蛋和豆浆 那这一次呢 在进入容器之前 最后一遍进行过滤 这已经经过了好几遍 第三遍 所以说待会儿 鸡蛋过滤 豆浆过滤 最后还要过滤 是的 所以说待会儿成品之后 足够的细腻 一会儿一定要尝一口 这个要干嘛 这个就是做出来 特别细腻光滑的 鸡蛋豆腐的关键 撇去浮沫 如果不去掉会怎么样 它待会儿蒸出来 就是那种蜂窝状的 那还是去掉吧 这里不要以为 经过了三遍的过滤 再撇去浮沫 就可以蒸出细滑的豆腐了 其实在蒸之前 还有一个关键步骤 在上锅蒸制这个鸡蛋豆腐之前呢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上保鲜膜 保鲜膜 对 把它给裹起来 扎上小孔子 这样上锅蒸制之后 它出来的这个鸡蛋豆腐 是特别吸引人的 铺完保鲜膜之后 在表面扎一点小火 便于排气 是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诀窍 扎完孔之后 最好静置十分钟 这样蒸出来的豆腐 会更加的细嫩 接下来呢 等这个笼上气之后 我们把准备好的鸡蛋液放入 小火蒸至十五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十五分钟到了 我们接下来呢 关火 出锅 豆香味 浓浓豆香味和鸡蛋的香味 好 很Q弹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 就这样 鲜嫩细滑的家庭版 自制豆腐就做好了 那今天 我们会用自己做出的豆腐 做一道怎样的美味呢 我们今天呢 趁着这个机会 再交给大家一个 升级版的糖醋鸡蛋豆腐 用气成热就可以了 我们抓一点点 它其实炸制也是为了给它定型 是的 因为它这个豆腐很嫩 很嫩 一会儿在做的过程当中 它不太好 就是 做不好 它就会松散了 就这样 将豆腐炸至金黄色捞出 再熬上一份酸甜可口的糖醋汁 均匀地淋在豆腐上 就可以开吃了 一口咬下去的酸甜滋味 加上豆腐外焦里嫩的口感 真的是超级满足 等等 这糖醋汁的比例 忘了问嘉宾了 那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这种糖醋汁的比例 比如说一道菜 我们做出来一道菜 那么用白醋100克 那么番茄沙丝也是100克 然后白糖多放一点 160克 给它们稍微多一点 对对对 然后另外稍微放个 50克左右的这个番茄酱 其实味道出来就特别棒 颜色也好看 对 是的 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